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任你为西南军政长官了 不给钱 不给枪 莫说 为我为西南军政长官 就是尊我卢汉为皇帝 我也没有办法 你听我给你摆明道理啊 我跟你说 对不起了 岳军兄 我不能奉陪了 龙军长 快 快来扶我回卧室 张长官 对不起了 小心 小心 喂 请接成都中央军校总裁出 岳军兄 我是中正 卢汉他同意了吗 报告总在 卢汉断然拒绝了您的建议 他是不是起了变异之心 难以断定 他怕国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 迁入昆明之后 进而夺取他的军政大权 他这个戒心是有的呀 他这是熟悟寸光 作为一个当国的高级将领 都如此不顾大局 我们的失败就败在这些各贯各的小坍坍上 总裁 时下说这些为时晚矣 您还是赶紧讲一个应急的措施吧 明天 也就是十二月八号 你带黄埔弟子龙泽慧 飞到成都来见我 总裁的意思是 他是我在卢汉身边 唯一掌握兵权的学生 我想他此时此刻 一定能够体谅政府的难处 好 我这就通知龙泽慧 让他准备飞往成都 喂 是岳军兄吗 是我 我是张群 方才听说 总裁调龙军长去成都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时下 李弥 于成万 龙泽慧三位军长都在昆明 让他们和你一起去成都报告情况 不是更好吗 可以啊 可以 好 再见 姐夫 你为什么让李弥 于成万 和我一起去成都觐见老头子呢 这是我用的调虎离山之计 调虎离山 对 一 不让李弥和于成万在此期间回到军部 我们宣布起义的时候 这两个最有威胁的军就失去了主将 二 他们二人随你飞复成都以后 我秘密组织起义就更加方便了 好 姐夫 那我此次觐见老头子的既定方针是什么呢 百依百顺 切勿使讲产生疑心 我懂了 好 江某人哪 我看 你的日子 也不比我好过啊 卢翰啊 卢翰 你到底 想玩什么把事 父亲 父亲 毛局长刚刚打来电话报告说 刘文辉邓熙逃出成都以后 跑到了邓熙侯所管辖的崇义桥 经过联系 他们同意我们委派王钻旭前去协商 我绝不会和这两个叛贼协商 父亲 父亲 您压压我 我压不了这个活 立即给我通知恐惧炸 父亲 父亲 您消消气 我理解您的心情 可您不是经常对我说吗 忍者不仅可以长寿 而且 还可以成就大业盟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 您刚刚按下 云南卢汉这只葫芦 四川的刘文辉 邓熙侯这几只瓢 又浮上了水面 我认为 父亲 您这个时候 应该想个万全之策才好 京儿说得对 说得对 小布人在乱大谋 父亲 京儿认为 所有一切的一切 都不能动摇 川西决战这个大的方案 解决刘文辉 邓熙侯 应分 上 中下三策 上策是 只要他们 能返回成都 答应他们的条件 中策是 如果他们不投降共军 咱相安无事 这下策 如果他们该扣留 汪钻旭 那我们就派 父亲 那也不能派飞机轰炸 您想 一旦您派飞机轰炸他们 那不就等于把刘文辉 邓熙侯 以及他们的第二十四军 九十五军 全都炸到共军那边去了 可是 他们 能从成都出走 就绝不会再回来的 正因为如此 京儿 就对王转旭说 如果他们二位怀疑父亲的诚意 那我蒋经国 就到他们那里去做人质 你这是胡闹 父亲 为了他们手里的这两个军 不投降共军 京儿就是真的去做了人质 够了 别说了 等这毛人缝 同意王转旭去协商 但是 一定要确保王转旭的安全 今夜 必须返回成都 是 黄军长 你这搞什么名堂 你不要忘了 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时下你是江总裁的特命全权大臣 而我们呢 则是不安分的顽固派 条件有限 一时搞不出个三军一张队 可也得让老兄能够感到 作为总裁 安抚大臣的荣耀 谢了 请 比我今天晚上这出戏唱的可是有声有色 报告 蒋总裁使臣到 黄军长所言过了 过了 你是代表谁来的 老头子 哪个老头子 就是我们私下称谓的那个老头子 蒋总裁 那还不是蒋总裁的使臣吗 那就算是吧 先于条件 委屈王使者了 请你坐到这张椅子上 这怎么像审判人做的 王兄 你现在是蒋总裁的使臣 就请你把自己的来意说个清楚吧 我是奉蒋总裁之命而来的 蒋总裁告诉我 他过去同你们的一切都是出于误会 无论如何 请自前兄 靖康兄回成都去 一切都好商量 你们不要不相信嘛 蒋总裁说 为了表示他的真诚 他可以让蒋经国来做人质 这是参谋总长顾铸彤写给你们的信 他可以从旁佐证 蒋总裁已经做出决定 历彻四川省主席王林基的职 将由自前兄 靖康兄二位 主持四川省军政大计 请你转告蒋总裁 我们之所以离开成都 就是因为反对蒋总裁制定的 川西决战的方案 那将在成都平原展开一场空前的血战 为了免除地方的糜烂 只要蒋总裁答应这一条件 其他一切都好谈 问题的关键是蒋总裁不能说空话 要过英 那你们的先决条件呢 一 立即下令撤销川西决战的计划 二 免据盛文成都卫戍总司令一致 胡宗南所部在两日内撤出戎城 第三 我和靖康兄 举荐你来继任成都卫戍总司令一致 以四川保安部队来维持地方治安 怎么 为了川中几千万富老乡亲的生命安全 你老兄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 哎呀 这么重的担子 我怎么挑得起啊 但是 三子关系 又有二位撑腰 我 免为其难 这就对了嘛 另外 请你转告蒋总裁 如果他一定要在这里孤注一致 使地方糜烂 我们就决意率部已知周旋到底 我们是明人不作暗示 物未言之不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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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仁兄 为了尽快回成都向蒋总裁报告 那我就先告辞了 黄军长 请代为送客 是 好 留步 告辞 金刚兄 你不觉得蒋某人很可笑吗 是啊 他玩的这一套就如同儿戏 就好像你我这两个六十多岁的人 真的看不到他的真实用心一样 正因为咱们太了解蒋某人的为人了 所以对他下一步要走的棋要格外提防 再者 这些年来对王转虚的为人也实在是领教告了 他这次来会不会兼有其他的任务 那会是什么样的任务呢 那会是什么样的任务呢 暗地侦查我们住处的地形 让蒋介石的空军来一个暗图锁机 今晚就来个大轰炸 一大轰炸 那你能够在那里 那是小鸟 你能够在哪里 那是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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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和整个大西南 白白地送给了毛泽东吗 父亲 他们如此而为 是不是背后还有什么更大的阴谋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那我们就要采取断然的措施 以防止不测的事情发生 我已经做了准备 今晚通知空军 他们马上就会派出轰炸机 把刘文辉邓西侯这些地头蛇 在崇义桥的驻地给炸平了 父亲 如果我们这样做 那其后果 我只知道 他们一旦投降了共军 你我父子 就必须马上离开成都 但是 如果把这些地头蛇给消灭了 那他们的第二十四军 第九十五军 就会乱作一团 换句话说 青蛤之间 就会化为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重 是 父亲 我明白了 怎么回事 你们来看 怎么回事啊 看 看到了 老蒋的轰炸机来了 四小小 怎么办呢 切隐蔽 闻闭车灯 下车防空 是 赶快把二位长官扶到下边隐蔽 好 这关 谢谢 你是 我 你 我 你 好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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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了 对 等咱们到达彭县 就马上商议奇异事宜 好 总乃 从今天起 得久要挑起 川西决战 这副重担 学生至死不辱校长的铸托 记得在黄埔时 我经常对你们强调的就是 战 之气也 而我们的部队现在 失去了这种必胜之气 才导致了一个失败 又一个失败 为此而失去了 大半壁江山 校长所言极是 为了帮你重振 部队的必胜之气 我决定明天上午 在中央军校操场 举行阅兵仪式 为此 你把军乐队调到成都来 校长 可他们还在南下成都的路上啊 为了明天的检阅 你必须安全地把他们 撤运到成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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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觉得怎么回答也不满意 最后我就干脆的说 就像我指挥作战一样 我听毛大帅的 那毛主席又是怎么说的呢 毛大帅说 李白是诗人 他引用的是个人感受 而孔明是政治家 他心里想的是为蜀国争夺天下 当他遇到一切困难的时候 他只能引用鞠躬尽瘁 死而后遗啊 毛主席说得太好了 像我们这样的共产党人 只能为新中国鞠躬尽瘁 死而后遗 前方有情况 车辆不能通行 贺老总 前方有情况 请您下车步行吧 好吧 我们扶送命令 下车步行 走吧 小心 贺老总 这都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爬雪山走雪路 我比你有经验 是 走 好 阿师徒同志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解放大西南的形势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秋风扫落叶 对 自从刘邓大军解放重庆以后 我认为应当改为风卷残云 有气魄 不过我还是有三分担心啊 什么 你也还有三分担心 对 比如你说的风卷残云 会不会卷起沙子 拟住了我们的眼睛 再比如说秋风扫落叶 这落叶多了 会不会照住地面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落叶 变成肥料呢 说句老实话 我只想到生离就要到来了 没有去想生离后的事情 不想不行啊 毛大帅多次对我说过 赫胡子 你就要进入四川了 一定要吸取前人的教训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啊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你会先 să继续 有尽忧 宽 有尽忧 是吗 可千万不要睡觉 这山路下面就是万岛山渊 大家要注意脚械 如果掉下去 那是会没命的 总之 有人掉下去吗 有 刚才为了追监前面的敌人 一辆卡车拉着我们连第一排全体直战员 车子一滑 就连人带车全都滑下去了 你们连长呢 我们连长在前面 走 带我去看看 是 二排三排的战士们 向我们牺牲了一排的战友 脱梦 至爱 莫爱毕 下面 请我们的张连长 至到此 至到此 战友们 你们为了解放大西南 为了我们的新中国 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放心吧 你们一排的战斗任务 就由我们二排 三排来完成 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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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在这里安息吧 等大西南解放了 我一定带着全联的同志 重新回到这里 把所有的军功 奖章 都献给你们 战友们 同志们 我贺龙也讲几句 战友们 你们的父母 把你们交给了我贺龙 我应该把一个立功的儿子 还给他们 可你们没有死在战场上 却掉到了这山下 我贺龙 对不起你们的父母啊 我贺龙 何老总 是我的责任 您处分我吧 不 应该受处分的是我贺龙 张连长 不要哭了 告诉我 这辆满载一排战士的卡车 为什么会掉到山下呢 近夜出发前 王团长告诉我们 我兄弟部队刚刚断掉敌人的一个尸部 就接到一个由成都打来的电话 急调驻扎在前方不远处的一个什么军乐队 要他们连夜赶回成都 参加阅兵 王团长命令我们连 乘坐刚刚缴获敌人的卡车 火速前进 务必把这个军乐队全部俘虏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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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卡车四季 为了躲避一个行军睡觉的战士 张连长 你们一定不要处分清军睡觉的战士 是 同志们 我们一起去接收这支军乐队 向左转 防目走 好 喂 我是军乐队李队长 你有什么事 你们的军乐队出发了吧 天都还没亮呢 去哪儿啊 去成都 去成都 去那儿干嘛 去参加蒋总裁亲自主持的阅兵室 我没接到命令 这就奇怪了 一个小时以前我就在成都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可是 我 我的确没接到您电话 好了 立即起床 带好乐器 乘车赶往成都 是 全体命令 立即起床 出发 快 快 都起来 起来 快点 都起来 别睡了 快起来 李队长 你到底去哪儿啊 别再问了 再问 你们几个脑袋都保不住了 快点 起来 兄弟们 都准备好了吗 好 出发 隐蔽 国军弟兄们 你们被包围了 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绞枪投降 李队长 我们没枪可搅啊 快点绞枪投降 解放大军 我们是国军的军队 没枪可搅 你们说怎么办啊 立即把你们手中的家伙摆在中间 举着双手走出来 快点 赶紧赶紧 别别别别开枪 出去 别开枪 等外面集合 快快 快快 这叫什么武器 这都是些洋喇叭 那不是洋喇叭 是岳币用的军队器 你叫什么名 担任什么职务 姓李 军队队的队长 在我眼里 这些就是洋喇叭 你们这些人 就是吹洋喇叭的洋吹鼓手 不对 我们绝对不是洋吹鼓手 当了我们的俘虏 还不服气 我问你 你们这些洋喇叭能比俺们村的图索纳多几个音 一个也不多 都是七个音 你这位李队长学了多长时间 南京国立营专学了五年 五年听见了吗 五年 你可真够笨蛋你 不认识 报告 报告 首长 我们抓了几十个笨得出奇的俘虏 张连长 他们笨在什么地方 首长 他们这些国民党兵一共七个音吹了五年 要是我 一个星期就能吹会一个音 最多一个月 我就全都会吹了 我保你一个月也吹不会一个音 那好 我两个月吹会一个音 最多一年零两个月 我就能会吹这杨老吧 马师徒同志 你说呢 简单的说 我们张连长说的是外行话 什么 我说的是外行话 没有错 根据我们的俘虏政策 只要大家放下武器 就不是敌人了 因此 请大家把头抬起来吧 你们都是军队中的音乐家 请你们原谅我们的张连长 他生在农村 长在军队 没有在城里念过书 自然也不会认识这些杨月旗 他刚才说了一些外行话 我贺龙在这里给你们赔礼了 贺龙 您就是我们蒋委员长 出高架 把您向上人头的贺龙将军 是啊 你们有所不知啊 早在二十二年以前啊 我贺龙也是委员长手下的一个军长啊 那您为什么还起兵反对我们蒋委员长 因为他变了 他站在了劳苦大众的对立面 成了所有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我们历来主张革命不分先后 怎么样 像傅作义将军 陈明仁将军那样 回到我们这一边来吧 您的意思是叫我们投降 你是个读书人 应该懂得这样一个道理 想真理投降 不丢人 是光荣的 可是我 我只会指挥军乐队 我们解放军最缺的就是军乐队 等过几天我们的战斗局射到了 你就去当专家 我不为难你 我允许大家考虑一段日子 不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明天就不要去成都陪蒋某人阅兵了 等我赫鲁率部进入成都的时候 你们就送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和我赫鲁一起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要是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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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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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报告总裁 一切准备就绪 请您简约我三军官兵 开始吧 是 中南 阅兵开始 好 全体注意 一律晋升 蒋总裁 阅兵仪式 现在开始 第一项 升旗 奏乐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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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宣布阅兵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